这个问题就到此为止 大家都把话筒拿下来 必须要讲 都把话筒拿下来 没有什么必须要讲的 因为我觉得你刚才讲的有点不对 谁讲的有点不对 因为这个舞台上没有人要轻蔑他 跟轻视他 因为所有的企业家对他的事 都是因为他的表现而折住了 谁说的没有人轻蔑他 我轻蔑了我都冷笑了呀 我轻蔑了呀 那你要不要问一下我为什么冷笑呢 我可以说一下我不想知道吗 他可能是求职史上最好横的求职者 大专学历上来就要160万年薪 被几个老板吵笑讥讽后 说好不怂 直接当众对喷怼回去 使得场面几次崩盘差点露不下去 如此刚硬的小伙 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刘欣27岁来自湖南 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学历大专 在校学的是人力资源管理 后来又自考了北京交通大学 是一位了解企业的业务 以及人力资源管理 并且了解企业财务 法务的复合型高级人才 今日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 想求得一份CEO 或高级管理的职位 年薪目标是不能低于100万 税后 欧丑 好大的口气 张口就要当CEO 税后年薪还必须过百 厂商的众位老板 听到这直接瞳孔地震 卢雷老师也愣了一下 怀疑这小子是不是口无说错了 毕竟他们这求职节目 一贯都是算税浅工资的 你把你的数字调整一下 我们这说的都是税钱 那可以把它调到年薪不低于120万 谢谢 厂商的几个大boss听到这可就迷了 这小刘 上一秒要税后100万 下一秒 就自行降价算怎么回事 毕竟这120万 税后才85万左右 跟他所提的资金 还差个十来万呢 难不成是咱们这位高级人才的数学 不太好 反正不管怎么算 小刘就是想要税后百万年薪 厂商董行的郭总好心提醒他 要是想挣税后100万 那这年薪就得增值160万 听到这的小刘表示 这简单 调160万 不低于160万 此时厂商的马总就忍不了了 质问小刘 凭什么敢要这么高 他看小刘在简历上描述 从2013年工作到至今 等于说小刘要么是网交 要么是大学位正常毕业 一个没毕业的大学生 有什么资格要这个薪资 你通过 现在你还没有拿到 所谓的人力资源管理本科的 这个学历 你的160万来源于哪 你上一份工作是助理 你这份工作要拿CEO 为什么或者凭什么 面对马总的质问 咱们小刘便套出一组图片 表示他曾在中华医学会 显微外科学会年会上 做秘书长 负责过5000多人的年会会议 跟不少医药行业院士游往来 也跟明星合过瘾 除此之外 他还一直担任上千家企业家的boss 当他们召开投融资 峰会时 他就是里面的总指挥 而他的年度账单也能证明 他一年能挣这么多钱 那我每年我的收入都在增长 我的消费水平也一直在提高 既然你问我凭什么 因为我每年 我都可以挣到这么多钱 就这么简单 听到这儿的马总表示 这三点压根证明不了小刘的能力 首先 那个名人合影 就纯粹跟能力展现无关 其次是负责大型年会的对接 这种活在他看来 是最最基础的工作 大部分的企业秘书都能做 最后就是那个年度账单 有时候刷还信用卡 提现转银行卡 就可以刷消费额度 并不能证明 小刘真的能挣来这些钱 我做的是会议的总指挥 OK 指挥什么 整个会议从筹备 到一直进行到结束 所有的活动流程 我都需要管 这仅仅是一个会务组 会务组织的话 一个企业一般的 我跟你讲 一个做会务活动的 员工就可以做 小刘解释到 这会议活动策划 只是他工作内容之一 他干了五年多董事长助理 早已熟悉企业业务 人力资源管理 以及财务法务相关事项 其次 世大发名人和影视相表达 他工作所接触的人 都是全国各地资产商议的企业家 中国投资界 这没有全球可以看我的微信 中国投资界的半壁江山 都是我的微信好友 我工作第一年的话 我是消贯 第二年我一个人五个亿破全国记录 第三年的时候 我直接操盘几十亿 然后直接破全国的话 连续破三项记录 这样我才拿到一百多万的年薪 你现在的所有说的 你有成绩吗 大学生来求职张口就要一百六十万年薪 老板凭什么你配吗 小刘表示他单在招聘方面 就为公司节省了一大笔开支 他没有花印分裂头费 就为公司招到了双重的财务总监 以及特许公认会计师 工会的财务相关人员 同时还说服某上市公司的CEO 跳槽到他们这里工作 这些都是他能力的体现 你有没有算过大概为公司节省了多少钱 可能省了几百万的就零头费了 省了几百万 对 那我再来问你一下 稍等 我觉得你这样 你亲密的笑是非常不礼貌的 他们怎么笑你 随他去 你只面对那些 尊重你的 想给你岗位的人 笑你的人 你不用搭理的 好吧 体系温和杨总为了缓和气氛 便主动跟小刘交流 表示自己也招过CEO 对此也有点惊艳 所以他想了解小刘 如何运用自己的能力 为公司开源节流 降本增向 小刘听后便拿城商的王总开涮 表示他旗下的知识酸奶 都没有被同行某牛某力模仿 这说明他们这个产品 收周面太窄 市场太小 厂商的马总听到这儿 又开始叫嚣 我军乐宝宝 为什么跟伊丽比呢 这就是你没有CEO的格局和眼光 为什么要对比 你去融资 别投资会问 你的企业的标杆企业是什么 不对比 你知道可能吗 我没有 我没有对标企业 我没有标杆企业 对比的前提是什么 对比的前提是了解 对吗 我们不是就支持了搬运工 你迅速地给出攻略 短计划是2020年 人家怎么做 可以突破市场 举了一个例子而已 并不是支招 并且我也不会为您去支招 您付给我什么费用吗 不 顾有诸葛亮 饶舌群如 仅有小刘 力战群雄 不得不说 这位大哥的口才是真的好啊 三言两语就万讽 马总没格局 没气度 这把马总气得 脸都绿了 有情绪不代表没有格局 有情绪不代表没有气度 自己有不同的表达方式 啊对对对 你是老板你说的对 一直控场的脱雷老师见词 也不由地为小刘发声 认为厂商的老板过于激进了 大家真的是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行为 有些时候我们真的是有错误 我们问一个问题 不让人家问完 随意的就插进来 问到另外一个问题 然后呢 说句实在话 刚才他说 当我回答某一个问题的时候 有人冷笑我 这其实确实是一种不尊重 然后来吧 图雷老师便按流程 向求职者小刘提问 在得知厂商这些企业家 都不辱他意后 便询问他 既然人脉这么广 为何会选择来这里 小刘对此表示 他是有这个实力 没这个想法 想换个新方式求职试试 却没想到这里的人 话还没聊两句 都惊识他 不尊重他 要知道之前的企业家 都是非常器重他 赏识他的 我可以这样说 说一句话 我们老板 去向每一位投资人 介绍我的时候 会说 刘欣 这后来就变成开斗那样 创商的老板纷纷炸开了锅 之前冷笑的吴总在企业表示 自己就是嘲笑笑流 怎么了 在他看来 笑流就是在装飞吹牛 每一个选手 我对他们态度都很好 今天是我第一次冷笑 为什么呢 你都说了你老板 跟别人介绍你是嫡系 你自己的老板 都不能给你开出 一百多万的年薪 你当我们这些老板 是傻的 大专生要年薪一百六十万 遭老板嘲讽狂喷 你一个大专生凭什么 见场上气氛再次嘎住 一旁的导师 便站出来打原场 趁刚才的这场闹局 在他看来 就是因为没进行好 沟通导致的 双方都在疯狂地 去表达自己的观点 而听不进对方的话 我觉得你今天表现 平心而论非常欠佳 为什么 他跟我冷笑了一点 我告诉你为什么 他经常冷笑 他经常冷笑 你们今天扯平了 咱们冷笑了他 才冷笑了咱们 对吧 然而小刘并没有打算 就此翻篇 反倒是打断导师的话 试问自己欠佳在哪里 在他看来 所有的老板的提问 他都挨个解释回答了 有的还举例论证 这难道还不够吗 图类老师见气氛 再次紧张 赶紧打断了小刘的话 你没必要问 他有他的判断 你认为不欠佳 你坚持不就是了吗 我觉得我可以改正嘛 你哪里是有改正的虚心态度吗 你真是 蒙谁呢 图类老师表示 刚才笑流这语气 压根不是虚心讨教的态度 而是想反问回堆 试图让导师心服口服地闭嘴 像这种句句带刺的聊天方式 在他看来 压根没有进行下去的必要了 给彼此一块遮羞布吧 我不说欠欠 干嘛要撕得一时不挂呢 扯得干干净净有意思吗 图类接着谈言道 这小刘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明知自己这性格来到这会遇到什么场面 但那还是来了 明知要160万年薪 一定会赢取一番群枪舌战 但那还是提了 等于说这个面试 对小刘而言 就是尝试性的吃吃水 再深到搞个自我宣传罢了 他完全不在意面试的结果如何 说的难听一点 就是他的性格爱炫耀 但我一点也不苦恼 因为年轻人他才27岁 他一定比同龄人优秀 他也一定有他性格当中的硬伤 说完了这些 土雷老师便让厂商的老板 决定小刘的面试结果 也没什么悬念 厂商15家企业一盏灯没留 小刘失败离场 好啦 废话不多说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